台湾超马好手陈彦博 在南极250公里 极地超马赛拿下亚军 成为史上第一位 在一年内完成沙哈拉沙漠 戈壁沙漠 阿叉加马沙漠 和南极超马赛年度四大极地赛事的亚洲选手 他也以总积分第一 赛下年度总冠军 陈彦博在赛前的总积分虽然位居领先 但领先排名第二 第三的选手分别时有四分 七分 所以南极一战 陈彦博只要稍有不正 就会让出总积分第一的王座 陈彦博表示 这次南极赛事他感到压力特别大 身体因为过度紧张 出现浅眠 换吸过度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也因为焦虑而不断检查装备 生怕出现闪失 陈彦博在巨大压力下 对财赛前已拉伤了左后腿 更是提心吊胆 连续三天经历12小时 7小时和10小时的长距离赛程 能受膝盖脚踝发炎的疼痛 甚至要吞两颗指动药才能入联 但他坚持下去 靠精强的意志力拿到南极赛的亚军 和年度总冠军 赢得对手的尊重和台湾虎的功效 余中心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